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我是Monkey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CSAP面向对象系列课程的讲解和学习 本节课程是我们该系列课程的第一课 叫做制服串操作之常用方法 SUM 本节课程的要点有如下两点 第一点本操课程介绍 第二点制服串常用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第一点开始讲起 第一点本套课程介绍 我们当前的这一套课程呢 有一个名称叫做CSAP初级课程之面向对象 在这一套课程之前 我已经录制完毕了一套叫做语法基础的课程 各位呢 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将之前的语法基础学习完毕 再来学习我们今天讲解和录制的面向对象 那么在我们的面向对象系列课程中 重点会讲解和涉及到哪些知识点呢 这里呢 同样有一个简单的课程概要 我们呢 先来了解一下 在本套课程中 我们重点会涉及到 制服串 枚举 结构体 类 对象 属性 构造函数 封装 继承 多态 虚方法 抽象类 接口 静态类 犯行异常处理 等等等等知识点 那么这里呢 各位可以先做一下简单的了解和熟悉 这些知识点呢 在后续的课程中 我们都会进行逐一的讲解和介绍 那么学习我们的本套课程的学习目的 又是什么呢 同样呢 是为我们的U3D 或者说Unity 游戏开发 做准备 那么其实呢 我们讲解和学习的所有CSAP 系列课程 都是为我们后续的U3D的游戏开发 做准备的 那么这一点呢 目的性是不变的 OK 那么第一点呢 就先简单的为各位呢 介绍到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叫做制服串 常用方法 那么这里呢 由于要牵扯到代码了 所以说呢 我先来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首先打开开发工具 VS 文件 新建 项目 这个CSAP 控制台 应用程序 我相信呢 这些流程 各位呢 已经很熟悉了 我就不再啰嗦了 那么首先呢 给当前的项目起一个名称 由于呢 讲解制服串 所以说叫做 StringTest 制服串 测试 这里呢 我浏览一个位置来进行存储 放到我们的CSAP code 这个文件夹中 新建一个叫做01的文件夹 和本节课呢 相匹配 确定 OK 完成了项目的创建 那么接下来呢 回到文档中 从第一个方法 开始讲不起 那么这里呢 在讲解之前 先说两句闲话 那么其实呢 这个制服串 我们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在任何一款语言 任何一门编程语言中呢 都会有一堆的方法 来讲解如何处理 如何操作制服串 但是呢 这些方法很多 很杂 很多新人呢 往往记不住 但是又很多 感觉很乱 其实呢 这里呢 先给各位呢 预告一下 这些方法呢 各位前期可以指右 只需要呢 简单的了解一下 后期呢 遇到了相应的问题 你要有一个印象 知道呢 有相应的方法 来处理这个情况 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 最最常用的操作方法呢 我在后期呢 会给大家呢 指出和标明 各位呢 只需要重点记忆 这些就可以了 OK 闲话少叙 言归正传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方法 叫做To Apple 那么这个方法 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这个方法的作用呢 是将我们的制服串 它中间的制服 全部呢 转化成大写的形式 注意啊 这个方法呢 它紧对字母有效 它呢 有一个返回值 返回值呢 就是转换后之后的 那个制服串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进行一下操作演示 那么这里呢 首先我需要定义一个 制服串 类型的变量 String Name 比如说 就写我的名字吧 Monkey 然后呢 如何使用这个方法呢 To Apple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使用的说明 中文的 使用呢 我们的制服串变量 点方法名即可 那么下面呢 有一个例子 和它呢 是一个完全对应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操作一下 比如说 这里呢 Name 点 To Apple 看到没 那么使用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将我的这个Name 制服串 它中间的小写字母 全部呢 变成大写形式 同时呢 它会将转化后的大写呢 给我们返回 这里呢 我将它输出一下 直接将它进行输出 Consol.WriteLine 那么这里呢 为了标识好看 我在这个前面呢 加一个前缀 To Apple 最后呢 不要忘记 写上我们的暂停的语句 ReadK 诶 写完了 保存一下 现在呢 可以按键盘上面的F5 运行测试 看到没 To Apple 将这个Monkey中间的 后边的字母呢 全部变成了大写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方法 回到文档中来 第二个 那么既然有变大写的 那么顾名思义呢 肯定它有变小写的 叫做To Lower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 将字符串 转化成小写 同样呢 紧对字母有效 那么这里呢 返回值也是呢 处理后的字符串 那么这里呢 这个闲话就不说了 我们直接操作吧 和上面的那个呢 非常类似 那么这里呢 我同样输出的形式呢 来为各位演示 NameTo Lower 那么这里呢 我将这个单词 或者说方法名 复制一下 现在呢 我们再来运行测试 各位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少了一个分号 不美观 我来处理一下 看到没 那么现在呢 将我的名字 全部呢 变成了小写 尤其呢 是第一个M 变成了小写 没错吧 OK 那么这两个方法呢 可以算得上是一段 是对这个字符串 大小写字母的一个转化 OK 那么这两个呢 各位可以放到一块来进行记忆 那么接下来呢 继续来看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叫做Equels 那么它的作用呢 是比较两个字符串 是否相同 如果说相同呢 返回真 不相同 返回假 那么这个Equels呢 这个函数 或者说这个方法 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那么在这里呢 我加了一个星号 在后期呢 各位看到这种加星号的 就需要各位呢 着重的记忆和掌握 那么它的使用方式呢 是使用我们的字符串变量 点方法名 在这个括弧里面呢 写上要与它进行比较的 那个字符串变量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测试 那么这里呢 我再来声明一个 这个字符串 比如说叫做 Name2 叫什么呢 ROKK 各位呢 应该看到我的名字了 OK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二个字符串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比较这两个字符串呢 是否相同 是否相同 同样呢 使用这个输出的形式呢 来进行测试 console.write line 那么这里呢 使用我们的 name.eqs 在这个括弧里呢 放上我们的第二个变量 也就是说呢 你要和谁比较 那么就把谁呢 放到这个参数这就可以了 那么前面呢 我同样加上我们的这个 标识 OK OK 那么这里呢 简单的处理和美化了一下 我们来运行测试 各位来看一下 它输出了一个false 也就是说呢 当前这两个字符串呢 它不相等 那么这里呢 我将这个 这个name2呢 也改成monkey 我们呢 再来运行测试 看到没 现在的话 返回一支呢 就是true 说明他们俩呢 相等 OK 那么这里呢 我还是将它改回LK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方法 比较字符串 是否相同 接下来呢 来看第四个 叫做sperlate 那么它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它的作用呢 是用于分割字符串 返回值呢 是返回这个字符串 类型的数主 这个呢 比较绕 那么待会呢 我们会重点演示 它的使用方法呢 有点诡异 对于新人来说 它的使用方式是这样的 使用我们的字符串变量 点上方法名 点上这个sperlate 在这个参数里面呢 它需要一个什么参数呢 它需要一个 用于分割字符串的数主参数 它要一个数主作为参数 我们呢 还是直接演示吧 这样说 很难理解的 那么在这呢 我首先来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什么呢 定义一个新的字符串吧 叫做 address 地址 那么在这个地址里面呢 我来写一下 比如说 中国 北京 海淀 这个上帝 OK 我目前所在的一个居住地 那么各位来看一下 在当前的这个字符串中呢 我使用这个树杠 将它们呢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割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想 将这个字符串中 以树杠 为这个分界点 或者说分割符 将它们 单独的 给它分割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的sperlate 这么一个方法了 那么这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构造一个 用于分割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 是一个 字符类型的 也就是说呢 char类型的 char 这个类型的名称呢 我就用一个c来表示吧 new char 它的参数呢 只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树杠 OK 然后呢 使用我们的这个address 点sperlate 分割 把这个参数呢 传进去 就是我们刚才声明的这个 字符型的数主 OK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声明和处理完毕了 注意啊 它有返回值 看一下 它返回了一个strand 类型的数主 我们呢 来接受一下 前面呢 声明 strand 类型的数主 就直接ad吧 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ad呢 它就是一个数主了 保存的是我们分割好之后的 每个元素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使用for循环 来把它i个的输出一下 for循环 inti 等于0 i 小于ad 点lens 数主的长度 然后呢 i++就可以了 这里呢 console.write line ad 括弧啊 中括号 i 保存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测试 看到没 嗨各位 中国 北京 海淀 上地 那么这四个地名呢 就被我们分割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spray 这个函数的一个操作 各位来看一下 它的操作呢 相对来说代码量比较多 首先呢 你需要一个需要分割的字符串 对吧 然后呢 你需要声明一个用于分割这个字符串的一个X字符类型的数主 它里边呢 保存的是你用哪个字符来进行分割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字符串点出这个方法名 然后呢 传递分割符的参数 那么接下来呢 将它存储就可以了 最后呢 就是一个使用或者说输出的这么一个步骤 OK 也是非常简单 那么各位呢 要好好地理解一下 这个函数 它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一定呢 要留意 所以说它比较难 OK 继续 那么这个呢 例子我就不再看了 和我们刚才呢 完全一样 包括这里的中文性质的解释呢 也是为了辅助各位了解和理解用的 接下来呢 来看第五个 第五个呢 叫做substrum 它同样也有一个信号 说明它的重要级别呢 也不低 它的作用呢 是截取字符创 返回截取后的字符 它的使用方式有两种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种 字符创变量 点上方法名 括弧里面呢 放的是开始截取的位置 它呢 需要一个应特类型的参数 我们呢 先来测试 再来说明 那么这里呢 console.write line 同样呢 使用我们的这个测试方法来进行测试 输出方法呢 来进行测试 那么这里呢 同样还使用我们的这个name name.substrum 先写一个2来测试一下 我们呢 先来运行 看一下 它输出的什么 它输出的 它输出的是 nke1 看一下 name.mon 它是不是把m和o 给我们去掉了呀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中文的解释和说明 如果说 我写的一个参数为2的话 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从这个字符串的脚标为2的位置呢 开始往后截取 一直呢 截取到最后 把它呢 作为一个单独的字符串呢 给我们返回 OK 那么这个呢 是写一个参数的效果 那么它呢 同样可以写两个参数 也就是说呢 开始截取的位置 和你要截取的长度 这两个参数呢 我们都可以写 那么这里呢 同样 我还是呢 使用它来演示 这里呢 复制一个吧 从第二个位置开始截取 截取两个字符 保存 运行测试 它输出的是N和K 看到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onkey 第一个字符的下标呢 是0 0 1 2 从第二个开始截 从N开始截取两个 所以说呢 它输出的是N和K 这两个字母 我们呢 再来运行测试 没错吧 N和K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substrand的两种用途 两个参数吧 那么这里呢 同样呢 按照我的习惯 简单的美化和处理一下 OK 那么这个substrand呢 简单的为各位呢 介绍到这 那么这里呢 我的这个中文解释和代码的例子呢 写的非常详细 各位呢 下来之后可以慢慢的看 接下来呢 是第六个 叫做index of 和第七个 last index of 它们俩呢 是一对 非常的相像 我们呢 放到一块呢 来进行讲解就可以了 首先是第一个 index of 它的作用呢 是查找某个字符串 在字符串中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那么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它返回的是所在的一个索引值 索引位置值 如果说没有找到 返回一 找到了 那么就返回它的那个位置值了 使用方式呢 同样非常简单 这个字符串变量 方法名 你要查找的那个字 只字符串 OK 我们来测试 console.writeline 还是用我们的内幕吧 内幕 index of 查找哪个呢 比如说我查找这个m 大写的m f运行 它输出的是一个零 零是什么意思呢 零也就是说 这个m在我们这个内幕变量 它的第零个位置出现了 看一下 它的脚标 所以呢 是零 没错 我们呢 再来查一个k 保存 运行设施 3 看到没 3的话 我们来数一下 0 1 2 3 第三个位置 没错吧 因为像这个字符串呢 它的脚标和我们的数主是一样的 都是从零开始数的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index of 这里呢 同样老规矩 简单的美化处理一下 啊 没办法 这个 有这个习惯 OK 那么接下来呢 来看第七个 第七个呢 和我们第六个呢 正好相反 第六个呢 它是从前往后数的 那么第七个呢 它是从后往前数的 我们来看一下 查找某个紫字符串呢 在我们的字符串中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 它是最后一次 返回值呢 返回这个所在的索引值 如果说没找到 同样呢 返回复义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测试 console.write line 内幕 那么现在呢 用我们的这个内幕的感觉就不是很合适了 那么这里呢 我再重新 哎 就使用这个内幕2吧 内幕2 点 last index of 哎 这个 在这里面呢 我同样查找这个k 保存 f5运行 看一下 它输出的是一个2 看到没 一个2 2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个k 最后一个k 在我们那个脚标索引为2的位置 我们来数一下 脚标索引 0 1 2 看到没 它取的是这个 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的索引 那么所以呢 它还是从前往后数的 比如说这里呢 我要查找一个m 那么我们的这个变量中呢 是没有m这个值的 对不对 我们来运行测试 它返回的就是负1 没有找到的意思 ok这里呢 我还是将它修改为k 简单的美化处理 这个强迫症患者 没办法 各位呢 谅解一下 ok 保存 继续来讲 已经讲解了7个了 那么下面呢 还有 下面呢 还有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 第八个叫做stars with 判断了以什么什么字符串开始 以及呢 第七个endwith 判断了是否以什么什么字符串结束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两个方法呢 明显是一对 对不对 它呢 是判断我们的字符串 是不是以什么字母开头 或者说以什么字母开结尾 就这么一个意思 说的话比较绕 我们同样的还是进行测试吧 console.write 同样的使用我们的name 什么来着 忘记了 来看一下 叫做start startwith 以什么什么开头 mon 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这个name 叫做monkey 对不对 monkey呢 肯定是以mon开头的 对吧 我们来运行测试 true 没错吧 true 说明呢 它是以这个字母开头的 如果说我将它稍微修改一下 改成其他的 那么它就会返回这个force 比如说 这个 smon f运行 它输出的是force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name monkey 这个单词呢 它不是以这个开头的 那么这里呢 改回来 那么讲完它了 同时呢 我们来讲一下下一个end with 判断呢 以什么什么字符结尾 两个是一对 非常简单 那么这里呢 我也直接演示了 console.write name end with key f5运行 true 没错 我们的这个monkey单词呢 是以key结尾的 如果说改一下kys呢 改变成了force了 ok 那么这两个呢 就是判断我们的字符串 是否呢 是以某一个子串开头 或者说结尾 非常的简单 其实呢 所有的方法都非常简单 各位呢 只需要多练习一下就可以了 ok 那么前面的 九个 八个 九个了 九个呢 都讲解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呢 来看第十个 第十个叫做replace 它呢 也是一个关键的函数 或者说方法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信号 需要各位呢 着重的记忆 它的作用呢 是将我们这个字符串中的 某个字符串 替换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返回呢 就是新的字符串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用说明吧 那么前面呢 不变 那么这里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旧的字符串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新的字符串 我们来演示 演示完了 各位呢 自然而然的 也就明白了 console.write line name replace 两个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呢 是旧的字符串 mon lkk 保存 我们来运行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name 大家要记住啊 它是我的英文名字 叫做monkey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在这儿 我将它其中的前面的三个字母 mon 替换成了lkk 看一下 最终输出的结果 是这个样子的 将前面的三个字母呢 换成了一个新的字母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replace 这个函数的一个作用 替换 它里边部分的字母 为一个新的字母 其实呢 汉字也是一样的 OK 那么这个呢 简单的为各位呢 介绍到这儿 其实呢 像这些方法呢 各位在后期的开发过程中呢 会经常的使用到的 前面呢 各位只需要 那个多练 心中有数 知道有这个方法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就可以了 OK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本节课的 十个相关的字符串呢 处理函数呢 就已经为各位介绍完毕了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解一些新的函数 十个是远远不够的 OK 本节课呢 到此结束 各位网友 我们下节课继续讲解